公元前121年夏天 距离霍区病第一次征战河西走廊 仅仅过去了几个月 汉武帝决定再次派出两路大军征伐匈奴 第一路由霍区病和公孙敖率领 从北地郡出发进攻河西走廊 北地郡的治所在今天甘肃省环县东南的马岭镇 第二路由李广和张千率领从右北平郡出发 右北平郡的治所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宁城县西南 他们的任务是牵制住伊智茶蝉鱼和左贤王 阻止他们太平区救援河西走廊 李广率领4000人为先锋先行出发 张千则率领1万人的主力大军随后跟进 可是李广的4000人出征后 却遇到了左贤王率领的4万主力大军 汉军的士兵们非常的恐慌 李广为了鼓舞士气 他让自己的儿子李感独自带领几十名骑兵 去直穿匈奴骑兵的包围圈 李感带领骑兵在匈奴的阵地上跑了一圈 又安全地返回 并当着士兵们的面告诉李广 匈奴人很容易对付 于是汉军便军心大振 接下来李广将军队布置成一个圆形的阵势 面向四周抵御匈奴 匈奴人发起冲锋 一时间剑如雨下 半天时间汉军就死伤过半 只剩下了不到两千人 但依然毫不退缩 可要命的是 汉军的箭矢马上就要用完了 士兵们又开始慌乱了起来 可他们见李广依然气定神仙 士兵们也就有了底气 这时李广下令 让所有的士兵只拉弓不放箭 他亲自用大黄弩弓射向敌人的副架 一连射死了好几个 匈奴便不敢再贸然地冲锋了 不多时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 双方都罢兵回营 汉军可算是熬过了第一天 第二天天明 战斗再次打响 就在汉军精疲力竭 要被匈奴彻底歼灭的时候 张谦终于率领着主力大军赶到了 匈奴见状便下令撤走了 此时汉军已经是疲惫不堪 根本没有精力再去追击匈奴了 何况此战汉军虽然伤亡惨重 但也算是完成了监制匈奴的作用 于是李广便率军回到了右北平均 再来看霍去病和公孙敖这一路 上一次霍去病是从乌烧岭进入的河西走廊 所以在这条路线上 匈奴必定有所防范 于是这一次霍去病决定采取大纵深迂回的战略 再打匈奴一个措手不及 他率军从北低郡出发 在赫兰山的北面进入乌兰布河沙漠 然后沿着巴丹吉林沙漠的北部边缘 前往居炎泽 居炎泽就是今天的居炎海 发源于齐连山深处的若枪水 也就是今天的黑河 流经八百余公里后 汇入了今天内蒙古 俄锦那旗北部的两块洼地 形成了东西两大湖泊 总称居炎海 东边的叫苏伯诺尔 西边的叫嘎顺诺尔 在这里稍事修整之后 汉军便沿着若水南下 若水指的是黑河的下游 若水三千 只取一瓢瓶的若水 指的就是这条河 按照原计划 公苏敖的大军从北地郡出发 渡过黄河后 就应该沿着腾格里沙漠 和巴丹基林沙漠的南部边缘前进 两军在若水会合 然后在一起突袭匈奴 可是当霍居病的大军来到这里时 却根本就没有公苏敖大军的任何消息 事实上 公苏敖的大军 在刚进入腾格里沙漠的时候就迷路了 他们是无论如何都来不了了 此时霍居病的大军人困马乏 干粮和粮草也已不足 如果继续前往河西走廊 一旦被匈奴围困 便有全军覆没的风险 但是霍居病并不打算就此退兵 他决定孤军挺进 继续完成任务 于是霍居病的大军再次出发 他们从河黎山的北部 对回野王和修处王的侧备 突然发起猛攻 匈奴万万想不到 霍居病回去才仅仅几个月 就再一次如同神兵天将一样 突然就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于是匈奴只能仓促应战 经过激烈的战斗后 回野王和修处王再一次战败 仓皇逃走 就这样霍居病在没有援军和后勤补给的情况下 只依靠自己的一支孤军 再一次大败匈奴 据说他战败匈奴后 拿出汉武帝御赐的美酒套赏将士 但是由于酒少人多 霍居病就将美酒倒入泉水之中 与众位将士共饮 从此这个地方变成为酒泉 此战 霍居病再一次打破了他之前的战绩 他先是俘虏了丹环王和囚徒王 及其相国和都尉以下的2500余人 然后共斩杀和俘虏的匈奴人 高达30200人 并且生前了匈奴的五个王 五个王母 以及匈奴缠余的燕之 及其王子59人 还有相国 将军 当户 都尉等63人 战果是异常丰厚的 对匈奴实力的打击 也是非常沉重的 然而 汉军也因为没有等来 公孙敖的支援 损失了将近十分之三的人马 至此 第二次河西之战结束 霍居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两次出征河西走廊 连赢两场大战 以最小的成本 赢得了最大的胜利 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 罕见的奇迹 回到长安后 汉武帝再给他增加 十亿5400户 总十亿超过了一万户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万户侯 此外 跟随他的将领们 也获得了封侯 赵破弩被封为从镖侯 高布什被封为一贯侯 扑多被封为回居侯 而且 汉武帝为了表彰他的赫赫战功 还太人为他建造了一座 富丽堂皇的府邸 但是霍居病却坚持不救 并气概豪壮地说道 匈奴未灭 何以加为 再来看一下 此次出征的另外三名将领 张千因为没有按时率军赶到 十七当斩 定为死罪 最后交贤赎罪 被废为了庶人 公孙敖因为迷路 十七当斩 定为死罪 最后 也是交钱赎罪 费为了庶人 李广虽然损兵过半 但是他一勺打多 将功赎罪 不赏 也不罚 霍居病这边是家官尽绝 弥扬四海 可匈奴的医治茶缠鱼 却被气得是暴跳如雷 他派人到河西走廊 去邀请魂叶王和修处王 前往龙城护宴 魂叶王和修处王很清楚 他们只要去了 就必定是死路一条 于是两人经过秘密的商议后 决定投降汉朝 汉武帝收到消息后 是又喜又忧 喜的是 经过霍居病的两次大盛 匈奴终于从内部开始分裂了 忧的是 匈奴的数万人马集结在边境 如果是诈降 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于是 他再次派出霍居病 率领一万骑兵 前去接应 果然在霍居病还没到达之前 修处王就反悔了 回忧王却说无果 为了不影响自己的计划 便果断地杀了修处王 并收编了他的人马 继续等待着汉朝的收编 霍居病率军来到了京城后 渡过黄河 直奔回忧王的大营 匈奴的士兵们 认出了这个年轻的将军 便是霍居病 而且见汉军的队伍异常的威严 感到非常害怕 就陆续地开始逃跑 霍居病果断下令 瑞汉称出 设服者误取 然后 他率领京瑞进入回忧王的大营 控制住回忧王 其他将领择率军 去追击匈奴的逃兵 斩杀了八千多人后 匈奴的士兵 终于不敢再轻举妄动 稳住了局势 霍居病让回忧王先行出发 去面见汉武帝 剩下的四万多匈奴降兵 则被汉军押送着 跟在后面 回到长安后 汉武帝非常高兴 他将回忧王封为洛耶侯 十亿一半户 同时 还将回忧王的儿子 忽度尼等四个人 也给封了侯 随后 投降的四万余名匈奴人 被分别安置在 隆西郡 北地郡 上郡 朔方郡 云中郡 被称为武蜀国 从此 回忧王在汉朝 过上了舒适的生活 直到老死在这里 而修楚王的反悔 不仅失去了这个机会 连他的家人 也跟着受到了牵连 他的太子投降后 不仅没能封侯 而且还被贬为了马夫 专门负责给汉朝养马 这个修楚王的太子 便是金蜜弟 后来 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被汉武帝赏识 成为了汉武帝亲定 留给汉朝帝的四大俯臣之一 具体的详情 我们之后再讲 至此 河西走廊的匈奴人 彻底归顺了汉朝 不久之后 汉朝派人前往河西走廊 召集匈奴的部众二十余万 赶着牛羊 前往长城之内 为了方便管理 在之后的多年间 大汉王朝在河西陆续地 设置了五威郡 张叶郡 九泉郡 和敦煌郡 被称为河西四郡 从此 河西走廊被汉朝控制 对后世影响深远 而且隔断了匈奴 与西疆的联系 从而加强了汉朝 与西域诸国的联盟 进一步地削弱了匈奴的势力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下期再见